喜憨兒遭店長欺壓 越譯正復發住院 我絕對不會原諒 我不要原諒他 你跟他笑 我跟他講說 我本來不原諒他 非常生氣 躺在病床上的小雯 用虛弱的聲音 一再強調不會原諒 原來他日前在工作的 喜憨兒創醫料理店 被店長要求吃下不新鮮的蛤蜊 還要他買回爛的地瓜葉 逼得他身心受創 憂鬱症復發 住院期間還數度企圖隔晚自殺 小雯媽媽難過地說 女兒在餐廳工作約兩年 4月12號她煮的蛤蜊湯 被店長鹹有怪味不新鮮 要求小雯吃掉 結果小雯吃完四五顆蛤蜊後 回家立刻拉肚子 連續三四天不吃不喝 就整個人呆坐著 幾天後店長又指責小雯 沒有拔除爛的地瓜葉 讓小雯一度想不開 她已經訝異不了了 她想要去跳海 她也不知道那一包地瓜葉拿回來 要跟我怎麼說 都針對她挑她的毛病 挑她的那個缺點 小雯被送醫治療 結果診斷為重度憂鬱症 醫師還嘱咐嚴禁店長探視 喜漢兒基金會昨天出面道歉 也表示店長是想教育小雯 可惜做法不夠細膩 要先來做一個這樣一個支欠 因為他是我們律用的孩子 不能違背我們基金會 我們一等的初衷 就是要照顧這些基金會 在員工管理的部分 還有在家裡的地方 事發後基金會高層都曾到醫院探視小雯 唯獨店長遭拒 目前店長已請辭 基金會也允諾負擔小雯醫藥費 我覺得應該先優先照顧這個孩子 因為這孩子他現在是有狀況 這也是我們基金會的責任 但家屬認為店長毫無誠意 將控告店長 高雄市勞工局指出 喜憨兒庇護工廠每年評鑑均為甲等 此事恐影響年底評鑑 專家則表示 身心障礙者就像小孩一樣 專業團隊應有督導 幫助憨兒適應職場 醫師也說 憨兒壓力調適較差 親友和職場主管應適度關懷 協助疏解壓力 董新聞高雄報導 拜託 婦 拜託